为大家介绍几只D塔眼镜 我觉得这几只眼镜很好看 对于我来说也很新奇 我觉得也很漂亮 所以给大家介绍 第一只它这个眼镜很特别 你看它这边像两条铁丝并合在一起 这是泰的 它两只并合在一起 上面刻字很难看到 刚才看了一下 它的型号是DTS119 它在中梁的这个位置 也是这么两根泰丝连接起来的 中梁偏软一点 它的头围偏大了 可能戴上去就比较差一点 我给大家先上脸 试戴一下这只眼镜 我戴上去没有问题 而且也不会有差 我觉得是比较别致的一只D塔眼镜 这一家设计眼镜的公司 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它的质量 它的质感做得很好 D塔在日本 是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的 鉴定品来开始它的产品 所有都放在日本做 它在日本有一个组装工厂 它会从各家去下订单 做零件 让自己去组装 第二只 第二只眼镜 为什么会介绍它 我在拍一个系列 一百只眼镜故事 里面就会要去讲很多电影里面 一些主角戴的眼镜 这只眼镜 我以前找了很久 在那个猫鼠游戏里面 有那个汤姆克里斯 和那个小李子 他们共同演的一部电影 叫做猫鼠游戏 里面的汤姆克里斯 戴的就是类似于 这样的一个眉形框 中间很宽 然后边缘也很宽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眉形框的话 它就偏严肃一些 这一只眼镜 如果您加一个墨镜 汤姆克里斯 这只眼镜 我们可以看到装头的位置 锚钉的一个结构 包括它的眼镜 的这种菱形的压纹 镜圈的这个包边 都是Dita 比较有代表性 而且在制造工艺上 要求极高的一些工艺 所以Dita一只眼镜 我们定制的周期很久 一般来说 像Dita的眼镜 我们下单之后 六个月以上 它的制造工艺 要求也特别严格 这只眼镜的 关架是6300块钱 第三只是我个人 比较喜欢的Dita的板材镜架 它的前框是一个板材 之前我记得我也介绍过 Dita的这种明星的压纹 那一只 它这个板材是磨砂的 这种亮面的板材 更能体现Dita 对于它眼镜 精益求精的一个工艺 从这种光亮上来 Dita的板材 它的优点是什么 首先它的材料很好 第二 Dita的眼镜 它的这种板材 您使用两到三年 它依然这样的光亮 Dita的板材 真的是 无论从它的用料 以及工艺来讲 让它戴上去 欲久弥新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Dita的板材 而且看上去 这种板材的质感就很好 这一只是一个灰带帽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黑白色 不care这些东西 能戴上脸直接试 这只眼镜的舒适性 要比这一只好 大家看到 这种板材的感觉 同样的 这一只我店里面 还有一只透明板材 很光亮 而且的色泽 色泽感是Limber那种板材 没有办法给你带到的那种感觉 在金腿的位置 它这个就用到的是 铜色系的 这种回形的图案 它的灵感来自于寺庙 也能看到 它是一个铜色的颜色 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我也来上脸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眼镜的上脸效果 我戴上去比较轻松 如果您的头尾比我还大一点点 也戴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它的型号是 DTX419 这两只是同一个型号的 不同色号 最后一只 这是Dita的新款 我并不知道它多少钱 上面没有标价格 应该是财到的货 我们先看它的型号吧 它的型号 DTX158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介绍 这只眼镜 因为之前DT出这种类型的方形不多 整只眼镜都是太财 我们感受到 在镜腿的位置 是一个羽毛的标志 我们看到它的镜腿的位置 这个羽毛 看到了吗 而且这个雕花非常的深 这个层次感也很好 栩栩如生的羽毛 就和那个什么高桥舞狼挂坠 就比较像 坐上去非常的精致 这一只呢 我不能把它定义为男士或是女士 我觉得这个男士带也可以 但是女士带好像感觉 更轻松一点 因为整个框形 它更扁圆一些 而且在装头这个位置 也是做了特别设计的 加粗了的 看上去整个的层次感就很强 多说 直接上点 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 你们大家特别留意这个位置 我知道 就是如果你是 先时尚一点 你肯定会非常喜欢 这个东西 因为它很别致 其他的品牌 都没有这样做的 有些说哎呀 我也要做一个什么 健行美行 它在上面的这种雕刻 没有的 它没有这样的栩栩如生 再给大家细节的感谢一下 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它是时尚还是什么样 至少我拿在手里面 我觉得这只眼镜非常好看 它这个羽毛真的是 栩栩如生的雕刻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四个型号的低塔 就为大家介绍在这里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 能让大家爱上低塔这个品牌 这里是龙叔家义 买高端眼镜 找龙叔 品牌齐全兼获多 拜拜